看看新闻网 这几天鼠龙的王力宏 才来马来西亚的演唱会上 唱完《龙的传人》 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观察 这力宏的传人似乎已经有谱了 衣着后世小肚微突 近日力宏嫂李静磊 被直击出现在台湾地区 陪老公拍广告 可在一旁闲看手机的她 韵味十足啊 比起两个月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 小腹平坦曲线魔鬼的样子 可被天差地别 有观众一定要说啦 不能不能 这里禁为2014年7月 才刚刚诞下小嘉丽 怎么可能这么快又要生了 因为有人心急啊 感进度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刚刚竞选好莱坞和雷神克里斯共演 骇客交锋的王力宏私底下 已经和克里斯成为了好朋友 牵着18号出席华丁奖师 不忘喊话哥们儿 而王力宏提到好友 却是竞争心颇重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 她三个 所以我会努力 更巧的是 骇客交锋的台北手印会当天 正是饭饭生产之日 可当王力宏大方献出 自己手机进行现场连线的时候 黑人陈建州却来了那么一句话 就是跟我爸爸合成恭喜 当时不少媒体都认为 是陈建州不想打断手印会 所以才来了剧没头没脑的报喜 不过结合眼下李经磊的状态 另一种说法浮出水面 难道当时陈建州的恭喜 另有深意吗 人生有喜值得恭喜 对于外界的种种猜测 王力宏方免予以否认 表示李经磊的突渡照片 是因为驼背 发片的季节终于来了 过去大半年 王力宏电影新片两头烧 似乎也完全没有时间生麻 对于这种说法 有媒体指出 其实李经磊一直伴随在老公身边 这次王力宏赴台 也没少被排到两人亲密散步 相信过段时间 大家就能够知道了 李宏是不是像新歌里 唱的那样速度呢 现在该纯热的街 我的梦不是未来 就是现在 娱乐新天地